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星宜,欢迎收看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想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到市场逛一逛 但是近十年来,台湾的生活形态改变 全台各地的传统市场都面临客源流逝的危机 还好许多记忆中的老味道靠着店家的努力和传承保存了下来 像是高雄国民市场一家鱼丸摊子 三代老板坚守岗位,四十年来始终如一 清晨四点,路上众生寂静 高雄的国民市场内早起鸟已经上工忙碌 而最早起的应该是沈昆山和他的员工伙伴 以纯其余鱼浆和花枝浆为基底 变化出的各种海鲜鱼丸料理 是国民市场稀客扛发子 那一头机器正在塑形做招牌骑鱼丸 这一头沈昆山手里 正忙着做我们眼中的梦幻虾卷 虾卷很虾 沈昆山的花枝羹也不虾 花枝浆加上花枝块,蒸材食料 要让客人吃得脆脆脆脆,花枝乱蘸 其余完花枝羹下锅沸腾熟成定型 虾卷其余鱼烘速生后150度慢慢油炸 要变身吸金金黄 我们的烘烘就是用基金来做的 虾卷完花枝羹下锅沸腾熟成定型 虾卷其余鱼烘速生后150度慢慢油炸 虾卷不炸,一般苾卷很炸 那就是油粉多 讲究真材食料不用添加物混沖 沈昆山也因此躲过了 最近这几年的食安的环抱 他的锅子可说是黑心食品的不沾锅 真正的效果,我们买它的油没问题 一般的人在做是这样 好可能我那时候都买醬油自己做 一定是九天最大的要付出 所以两番都三点四点就要菜仁做 为了新鲜好品质 摸着夜色上工 其实已经超过四十年 十六岁开始跟着蓬湖出身 家里三代做鱼丸的二姐夫学功夫 基础扎实,手艺不止两把刷子 人家说三年出菜 我最红的,我十七年出菜 我们二岁都很不容易 那时候,我从家来没有经济能力 在刚才设计我太太的一段落了 那后,我们都改出来 手工慢慢做 小时候家里务农 六男六女一共十二个兄弟姐妹 父母负担沉重 读书是奢侈的想望 沈昆山很早就知道一技之长 才是他在社会立足 跟人一较高下的生存之道 山到惊住 到六、七岁 大概五三岁 我小时候都叫我 趁火兰啊趁火兰啊 于是做得比别人认真 靠诚意让客人满意 比于关东族里的菜羹 新鲜的纯其余浆能匹配的 就只有高山来的菜叶才够能当部队 我们的狗里菜啦 它的狗里菜比较嫩 要吃也比较甜啊 因为我以前用的好 你狗里菜用普通的就好了 配不上啊 啊 再來喔 我的东西 我是越做越好越好吃 那是我一管的作风啊 时间接近七点 各种鱼丸 虾卷陆续上场 等着试货婆婆妈妈点台带出场 这还要什么吗 这是鱼姜跟红萝卜还有蔬菜 这人感觉那个口感很好啊 很好吃 很紮实的 那种有那个味道 对啊 因为这 就是来这买一买 首选的这档就对了 大家都知道 屁生的娘 对 屁生的娘 你都来这档要吗 都来这档要吗 都来这档要 它们很好吃啊 对啊 它们真的很好吃啊 你回去啊 就给它烤一下就好吃了 你去拿什么 我买 我买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我都说我买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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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也很好吃 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我今天买很多东西 鱼丸 鱼菜肝都有 鱼菜肝 吃改成饭 很好吃啊 这个高丽菜很好吃 煮黑鲜湯一定要加的 我们一次买都是 都买好几千块 这样就好了吗 好 这边80 我这一粒粉就没有 保证没有换粉的 老闆娘蔡蘇茵自豪自家做的魚鬆 精本精了 完全用鰭魚蒸熟之後 打散炒熟 也是人氣一級棒 燙燙你把它拼一拼 拼一拼 對 燙燙把它拼一拼 都不會炒焦 完全不會炒焦 我現在可以抹起來吃 對啊 你們可以吃 很甜的 很甜 很甜 所以撲起來的魚很好吃 結婚之前 蔡蘇茵就是跟沈昆山的姐夫 批貨拿魚丸 在國民市場擺攤做生意 然後才認識了沈昆山 夫妻倆兩雙手一條心 在這裡白手起家 市場人生踏實而且公布 小學的時候 爸爸在那裡賣魚 我們就都來菜市場 都要來當作工作 對小姐 結婚 現在做阿嬤 都在國民市場 對 我的一生之中 都是在國民市場 不然二十幾年前 這裡有很多日本人來賣 有什麼日本人嗎 人來這裡上班 以前電主廣 他就說青蛙 對 很多人都說 我們這裡好的人的錢 我們這裡的魚很青 你去那個魚港 他們有在說說 那個魚好像 我沒錢 沒錢 很多人都說我們這個錢 它的東西比較好 有比較貴 這是屬性 這家裡他們都是曾經有整修過 最近十年 因為不開火的年輕外食族 越來越多 生活型態改變 加上大賣場 生鮮食品加入競爭行列 全台各地的傳統市場 生意大不如前 不過因為別無分號的魚丸料理 還有不少有特色的攤商聚集 加上改建過的環境乾淨舒適 國民市場是少數 沒有受到影響的老市場 這牛肉都肉得很好吃 很入味 那個客人都帶到北部去 聽說蔡英文也吃我們是這個 蔡英文也吃這個 你們有吃菜喔 這個我姐姐 你姐姐啊 內脂不必親 它的菜是我們市場最新鮮的 就是一些大的餐廳都擺他們的菜 他們這個東生的啦 對啦 這台蛤蟆是我們開始下最有名的 品質都保證沒有一顆沒刷 對 它在這邊也賣了幾年 四十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對 它品質很好 一輩子在國民市場奮鬥生活 對市場有深厚的情感 熱心的蔡蘇英 麻吉一堆 也是最好的市場代言人 還有這攤的椅 這攤的椅是高雄市有名的 對 對 你看 最新鮮的 大賣場它跟我們這個市場不一樣 因為市場的人比較有人情味 所以說一般的婆婆媽還是喜歡來菜市場 雖然是傳統市場的傳統生意 沈昆山和蔡蘇英還是與時俱進 隨時發想做改變 陸續研發新產品 品項高達70樣 像是花枝和其餘版的薯條三兄妹 就是幫助爸爸媽媽 釣足小朋友胃口的新創意 但萬變不離其宗 沈昆山說 新鮮實在的食材 和好的細節要求 是絕對不會改變 我們在家鄉教做四年 另外一間就做要四十幾年 要五十年 現在換我們兒子 秦哲 現在換他傳承 這樣再做就沒意思了 市場內賺錢搶搶棍 幾條巷子外 沈昆山的兒子沈群哲 正在做自家美味的基礎 打棲魚漿和花枝漿 每天從東港進港的棲魚 鎖定目標 沈群哲一網打進 極速冷凍鎖住鮮度 完全生魚片等級 直送自家中央廚房裡 魚一定是要天天買 就是魚船進來 魚船進來有就要買 我們會切來吃 可是不可能每天吃 吃到會怕 魚是新鮮到這種程度 其餘清洗洗牙給之後 變身成為魚漿 反覆握腳三次 讓魚肉的筋性消減 做出來的產品口感才會細緻 這個大概都要大概四度左右 它的溫度如果過高也不行 魚漿就收掉了 也不行 所以你要在有限時間之內去 決定什麼時候加水 什麼時候加調味料 要不要加冰 要加多少冰 而大西洋來的花枝 攪成花枝漿 和口感扎實的花枝塊錢 也要近身去內臟 藏在細節裡的魔鬼 一定得要揪出來 這醬醬是花枝錢端的 穿它的牙齒在這裡 一定要檢查 因為有時候它們會挑不乾淨 吃下去炸到都流血 七十年次的沈群哲 從小吃自家魚丸長大 以老爸老媽的成績為榮 退伍後直接向老爸報到 要把雙親的事業發揚光大 獨子嘛 那時候 就想說如果不繼承家業的話 可能爸爸這個做一碗的功夫 可能就會失傳 所以那時候也會 有一點使命感想說 那不然我就把它接下來做 年輕人接棒有挑戰也有想法 英語外食足越來越多 年輕人不愛下廚 沈群哲乾脆開魚丸料理餐廳 把自家產品熱騰騰轉賞桌 做的東西是一樣 可是市場一直在改變 那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跟一二十年前也不一樣 我們常常在開玩笑嘛 就是說你勤勞一點的 你去市場買的要懶惰一點 或是說今天不想自己下廚 那你就來餐廳吃現成的 也方便嘛 環境又舒服 這兩種都是魚的 這肉 看你買魚還是要肉 這是烏雷沒有菜的 老攤自新餐廳 雙管旗下相輔相成 已經成了高雄美食代表 還融獲經濟部樂活名攤 四顆星最高成績 獲得農委會邀請 代表台灣美食到加拿大做展獸 美味程度讓阿兜吃驚 一吃驚豔 有些人客人說 你們魚如果沒有賣 我們菜市場也沒有來 我說可以這樣 菜市場也要找個 找個客人買 做菜而已 有什麼成就 可以很好做 讓客人吃最重要 做到最好不難 堅持四十年 每天達標就不簡單 但沈昆山樂在其中 要繼續在國民市場 發揚國民美食 扛起市場美食招牌 挑戰 街坑 空派 目到底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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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坐 感谢观看